在密教里面谈到这个清静 它有三方面的 我们晓得我们 修三密合一 就是身清静 口清静 跟意念清静 这个就叫做三密 如来的三密 跟我们众生的三密 是一样的 都是身清静 口清静 跟意念清静 只要你自己本身的修行 能够身口意清静 跟如来的身口意清静 三密合一的话 你就可以寄生 而成就如来的法身 密教是利用 身口意清静的 一种修持的仪轨 慢慢地推进 使自己达到真正的清静 的时候 就可以寄生 变化为如来 所以也有人这样子 这个大日如来的三密 就是身口意清静 那么我们众生 假如能够修行 达到真正的身口意清静呢 跟大日如来的大日如来的法身 就相应 这就是三密 这就是三密的清静 这就是三密的清静相应 你已经是没有烦恼 烦恼的这种污染 这个表示你心灵 就非常清静 心灵的清静 是没有办法表示的 但是呢 你假如是已经少烦 少恼 表示你已经很接近于清静 你假如根本都没有烦恼 那也就是心清静 你可以讲你就是一个很清静的人 问的人说 您在神算能够准的原因 提到人能常清静 天地西皆归 一个人能够常清静 其心如明镜一般 天地的力量会全部到人的生命中 此时来战算 就是有够准 那么一个人究竟要怎样 才算得上清静呢 我的回答 我举例说明 一位政治家在当选之后 对妻子说 祝贺我吧 亲爱的 我真的当选了 妻子说 你不是骗人的吧 政治家说 不 亲爱的 当选之后就不用再骗人了 哈哈 我说 政治家怎能清静 妄语是罪过之一 有 二位久友在喝酒醉之后 在人行道上行走 颠来颠去 其中一位剪到一面镜子 这一看 他说 哎 这镜子里的人好面熟 我肯定在哪见过 另一个人抢过来一看 你真是大笨蛋 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哈哈 我说 世人全活在盲目之中 每个人忙自己的忙 如何可能清静 我们修密教 最重要的是 由三页转成三密 以及是 一 深清静 二 口清静 三 意清静 密教是以结印象征 深清静 以持咒象征 口清静 以观想象征 意清静 如此的精静修持 就可以相应到 清静的本尊 米热日巴祖师 曾教导 刚布巴祖师 将自己的心 放在宽荡的虚空之中 不因什么而助 如此 就是一个清静的行者 金刚经说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能如此者 是无心道人也 心经说 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谭经说 若真修道人 不见是坚过 佛陀说 三界为心 万法为世 随其心静 则佛土静 有 静会无自信 乃一心所现 自信静 则一切静 自信不尽 就一切不清静 我个人觉得 要得清静 先老老实实地做人 打消虚荣心 打消财色 明实睡的贪着 谦虚认真的修法 先修人生 要受戒律 利益众生 无稀 无为 我说 一个开悟见到的行者 应该最明白 什么是清静的 因为开悟明心者 是真见到者故 见得到 明白得到 才知无所得清静 无所住清静 无所谓清静 此时的道心 才是宽坛而住 我明白 什么才是绝对的清静 大家会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